看着眼前的人,小妖叹了口气,那你是希望我记住你哪一个名字呢?防风贝,我的名字。小妖认真看着眼前的人,我知道你在轩辕城只能当防风贝,那我就当你是防风贝,但是专须是我哥哥,你不要伤害他。 防风贝低垂眼眸,没有说话。小妖起身离开,这一次防风贝没有拉他。深夜艳散,宾客都在陆续离去,于江和专须因为同在高薪生活过,聊得十分投机,走至云脸旁,于江突然出手,一拳大向专须,专须像是毫无灵力,闲闲躲过,于江不给他喘息时间,拳风急急,专须被灵力压制住,无法动弹, 于江化水为刀,于江专须斩首。此时暗处射来一支寒冰长剑,寒冰长剑射在水刀上,水气瞬间化为寒气,水刀也变成了雪刀,而寒冰长剑带来的锋利把雪刀震碎成雪末,四散开了,落在脸上,也只留下一抹清凉。 专须看到射来的寒冰长剑,有点想笑,但是牵动刀胸口伤势,一口鲜血喷出。 面容一阵模糊,清晰之后,显现出了小妖的面容。 于江愕然,怎么是你? 高薪王姬 小妖擦了擦嘴边的血迹,看着于江冷笑道,于江你刺杀高薪王姬,是想要西河部灭族吗? 我没有想要刺杀王姬,我只是想要为我哥哥报仇,是专须,他杀了我哥哥,此事是我一人所为,与西河部无关。 我是高薪王姬,今日众目睽睽之下,你刺杀我,你说有没有关? 于江双目通红,突然间,一堵冰墙挡在他面前,冰墙碎裂之后,于江已经消失不见。 小妖挣扎着起身,看向寒冰长剑射来的黑暗处,怅然一笑。 结界消散,旁边的护卫冲了上来,护着小妖走上云念。 回到朝云殿,小妖侧躺在桑木榻上,胸腹间仍在隐隐作痛,专须冲了进来。 小妖,你让幻化成你的样子离席,就是为了这个。 小妖看着满脸担忧的专须,安抚道。 哥哥,你放心,我是高薪王姬,他们不敢杀我的。 我今日幻化成你的样子,让他们进行刺杀,便是要让他们心有顾忌, 下次动手之前也要考虑清楚,是否能承受高薪的怒火。 小妖跟专须解释着,专须满眼心疼,眼底对权力的渴望。 也更深了。 专须离开之后,小妖因为胸腹间的伤势,无法入睡,靠在软榻上想着。 香柳当时万剑穿心的时候有多疼。 小妖还在回忆着,旁边传来脚步声,感受到细微的霜血气息, 小妖便知道来的是谁了。 是不是因为情人骨,所以我的伤也反映在你身上,疼到你了香柳一脸冷色。 我有九个头,你疼死,我都不会疼。 香柳走到小妖身前,用灵力检查小妖的伤势。 幸好,没有什么严重的内伤。 小妖侧卧在软榻上,看着香柳。 就算九个头,你也会疼的呀。 小妖突然想起,香柳抢亲那次。 他们吵架之后,香柳让她感受了什么叫心痛, 那是整颗心如同寸寸凌迟,追心刺骨。 小妖仿佛感受到了那种穿心之痛,脸色苍白。 香柳似是感受到了小妖内心的痛苦,皱眉看着小妖。 都伤成这样,还有心思想别的? 香柳走到软榻前,伸手扶起小妖,小妖啥时间惨叫出声。 哎哎哎,疼疼,疼。 香柳听到小妖惨叫,心里疼惜,同时又气她,为了专需伤到自己。 但是还是下意识放清了自己的动作,轻轻扶着小妖坐了起来, 用灵气化开疗伤的丹药,加速治疗小妖身上的伤势。 小妖感受到,在略微清凉的灵气顺着伤口处弥漫流转, 伤口也没有这么痛了。 香柳不间断地用灵力化开丹药,帮小妖治疗伤势。 感受到伤口好转情况后,香柳慢慢收回了灵气。 扶着让小妖让其躺下好好休息, 小妖伸手扯住了香柳衣袖。 先别走,陪我坐一会儿,聊聊天。 香柳淡淡地看了小妖一眼,没有说话, 默默地坐在软塌一侧。 小妖给自己调整了一下坐姿, 找了一个舒适的位置,坐在香柳身侧, 把头靠在香柳肩上吐出一口浊气, 整个人放松下来,感慨道。 当王鸡可真累啊。 香柳眼底泛起微微波澜。 那为什么不走?我可以帮你。 现在还不是时候。 香柳垂下双眸,压下眼底暗色。 这个王鸡位置这么让你留恋吗? 小妖眼底闪过一丝伤感, 她想起了她的父母, 想起了跟香柳之间的立场。 如果可以,我也希望, 我只是清水镇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医师, 但是出生是我无法选择的。 小妖抬头看着香柳认真地说道, 香柳,我以前一直在害怕, 所以一直在躲, 我以为躲起来就会没事。 后面我才发现, 躲是没有用的, 反而会更快地失去, 我只敢跟弱小者在一起。 因为他们需要我, 就不会舍弃我, 后面我发现, 我才是那个弱小者。 弱小到不敢要, 我想要变强, 强大到能抓住一切。 想要的东西, 就要抓在手里, 只有真切握住了, 才是拥有。 香柳看着面前的人, 他的眼神真挚而明亮, 好像夜空揉碎了星辰, 香柳轻壳一声回过神来, 侧过脸, 轻声说道, 那你就好好抓住吧。 好啊。 少女笑容灿烂, 笑得眉眼弯弯, 掩盖了眼底深处的泪光。 好啊, 这次一定会抓住你的, 香柳。 我哥哥在轩辩城置办了一座宅子, 我过几天伤好了, 就搬去轩辩城的府邸住。 嗯。 到时, 我会继续帮你制毒。 嗯。 那我怎么找你呢, 请蛊虫能感受到, 如果你想见我。 养了几天, 小妖身体好了之后, 就开始琢磨给香柳做毒药, 边做边思考, 如何把毒药做得更加美丽。 她想把自己看到过美丽的东西, 都做成了香柳喜欢的毒药。 小妖把做好的毒药都装进了石盒中, 便提着石盒出了门。 小妖边走边想, 只要我想, 香柳就会出现吗? 小妖刚走出府邸, 便看到了假扮防风被的香柳, 一身紫衣, 练艳绝色。 小妖牙忆不住心跳向前走去。 你是等很久了吗? 防风被挑眉看着小妖手中的石盒。 没有, 也是刚好。 你这是要去送东西吗? 诺, 这是做给你的。 小妖一脸得意, 把手中的石盒递给防风被。 防风被笑着接过了小妖手中的石盒, 看时间已经正午, 饿吗? 先带你去吃点。 好啊! 即使是已经经历过一次, 但是换了一种心境, 小妖十分珍惜与防风被相处的每时每刻。 找了一家饭馆, 小妖便着急地催促防风被。 你赶快打开看看, 我做了好久的。 防风被伸手打开石盒, 看到里面有的精致如同刚刚盛开的鲜花, 有的如天边云霞。 防风被脸上闪过一丝愉悦, 但是很快克制住了, 略带矜持地说道, 你到现在还想着独捣我? 你试试味道如何? 防风被听话的, 一个一个全部吃完。 小妖睁着圆圆的性眼, 期待地看着她。 好吃吗? 还行。 还行。 这是什么回答? 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还不错, 继续努力。 防风被洋装镇定地回答, 像防风公子可真难伺候。 小妖不服气。 防风被略微思索, 一本正经地回复道, 其实还好, 我觉得我挺好伺候的。 防风被一边说, 一边拿出了一个玉石小瓶子, 递给了小妖。 你把这个喝了。 小妖接过, 一口饮静。 嗯, 味道不算好喝, 也不难喝。 这是什么? 没味道。 防风被看到小妖, 没有犹豫, 直接喝完, 谋色一暗, 声音略沉。 喝得这么快, 你不怕我下毒吗? 我就是专门玩毒的, 我还会怕这个。 更何况, 你忍心杀了我吗? 嗯, 话都让你说完了, 我无话可说。 防风被点了点头, 不置可否。 那天, 你说你想变强, 我的剑术刚好不错, 要不要我教你? 好啊, 你愿意教, 我肯定愿意学啊。 嗯, 那你先吃东西, 吃完, 我再教你。 防风被一边说着, 一边用旁边的小刀切烤肉, 还是跟回忆里的一样, 他会把烤肉中, 最好的一块肉给他, 他明明有洁癖, 却会把酥饼粘灰的自己吃, 把内测干净的部分给他, 起初他只是觉得是为了骗他, 为了取信自己, 相信他是防风被, 当时听着那满片的情话, 自己心里只有警惕防备, 重新来过, 没有了引人联想浮片的情话, 两人安静地吃着食物, 感受着那种灵魂的契合, 已经胜过世间所有情话。 吃饱喝足后, 防风被想回住处千两匹天马来, 小妖拉住了他, 明天再学见吧, 今天就陪我逛逛轩辕城, 也行, 正好消消时, 今天我就带来见识一下轩辕城。 防风被笑着说, 跟我走吧。 防风被在前面带路, 小妖看着前面的人, 快步走上前, 伸手拉住了身边人的手, 笑得眉眼弯弯。 好啊, 那你可要拉紧我, 不要弄丢了。 防风被冷了一下, 神情依旧慵懒随意, 但还是握紧了小妖的手, 两人宽大的袖袍交叠在一起, 遮住了袖袍下两人紧握的双手。 香柳顶着防风被的身份, 时常来找小妖, 两个人一来一往, 整个轩辕城都知道高薪的大王姬 和防风家的二公子交好, 不知不觉中, 他陪了了他一年多。 他们常常一起去周饶国的诸儒族开的珠宝店, 看金志华美的宝石首饰, 一起去歌舞方看舞鸡们跳舞演奏, 一起去花腰开的脂粉铺子选购花路, 每次他都要看很久很久, 他会摊坐在铺子一旁的座椅, 像是没有骨头一样, 或者懒洋洋地窝在软榻上, 看着他挑选, 会耐心地一一闻过之后, 给出一些建议。 雪地华美的 deine distinct颜色, 我们的帮助来看腰和 这样吗? 不愿意知识时, 我们的帮助来看断鼓的帮流 比较成可以付出的拮,